再加希兒會有傷害值提升的50%加成情況下 整件事打下去的傷害是非常可觀的 影片開始的時候,記得按訂閱鍵 你們的訂閱就是最好的支持 大家好,歡迎來到大聲鐘的頻道 繼續玩回升窮鐵道 遊戲都開服了一段時間 見不少玩家都出現卡關的問題 今次影片就會介紹一下遊戲裡面的小細節和小系統 可以幫助大家提升戰鬥力 幫助大家解決卡關問題和挑戰到一些更難度的關卡 知道這些秘訣之後,希望可以幫助大家 事不宜遲,我們馬上進入解說環節 Let's go! 第一件事就介紹一下我們目前開放等級 開放等級分別有三個不同級別 第一個就是40級之前 第二個40級至50級 第三個就是50級之後 介紹了40級之前大家要做的事項 首先大家要了解我們遊戲裡面的裝備系統 裝備系統分別有五星、四星、三星和兩星 遊戲前期我們要透過40級之前 刷定一堆五星裝備 40級之前有什麼方法可以刷得到呢? 就是透過這個模擬宇宙的第六世界 因為模擬宇宙第六世界不會有任何等級限制 如果還未知道怎樣挑戰的玩家可以參考這條影片 有詳細介紹如何挑戰第六宇宙和第五宇宙 所以40級之前你未開放到可以刷五星裝備的前提下 我們就可以透過模擬宇宙 刷這一堆五星飾品 當中包括被守護用的防禦值提升 以及被施毀使用的提升暴擊率 以及終結技能傷害值提升 裝備方面之前介紹過了 不同位置都會有主持會 主持會也會有固定屬性 除了固定屬性這件事大家要留意之外 例如主施毀都有一個很關鍵的地方 主持會到底選擇什麼? 根據陸服伴階的分享 主持會如果全部都是提升攻擊力的話 是會有一個稀釋的狀態 何謂稀釋? 飾品提升5.5% 鞋部提升31.1% 他們加成的總和是會比實戰低 不要全部都是同一個主持會 頭部的主持會一定是生命值 首部的一定是攻擊力 而身部和腳部的主持會是不定的 基於這個情況下 主持位優先提升角色的暴擊率 腳部的優先選擇攻擊力或者速度 次元球的我們優先選擇角色的屬性值提升 連結醒的優先選擇攻擊力和能量值恢復效果 40級至50級之後就會開放金裝 開放金裝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優先選擇主持位的相關屬性件 例如希兒的量子套優先刷 未來出警員的優先刷了雷屬性裝備 刷完相關裝備然後有多的直接拿去分解 分解完之後就可以再去合成界面 合成我們想要的飾品 因為每分解一件金裝就可以獲得遺棄殘骸 分解十件就可以自選其中一件飾品 自選方面 優先選擇的就是選擇新部 選擇樹枝 然後直接選擇暴擊率 為什麼會用在新部呢? 因為新部裏面有七個不同主屬性的優先 要使暴擊率的話是非常難的 而腳部方面就不用擺了 因為只有四個主屬性會有不同 用完之後我們主屬性位 終於可以齊集得到一套完整的五星裝備 組完第一套主屬性位的完整裝備之後 就是組成第二對主屬性位的裝備 主屬性位你看我阿蘭其實已經上定了 當警員一出的時候 我就會將這一套放到警員 其他輔助角色可以用四星裝備取代 有時間的玩家就慢慢刷 反而個人建議是優先刷多一點經驗值輸 因為當50級之後 角色開放到70 不論提升角色的痕跡道具是非常缺 角色培養完之後到下一步 就關於實戰方面 實戰方面就分享少少影片給大家看 挑戰BOSS的時候記得選擇對應弱點 因為是有傷害值提升 如果不是對應弱點的角色作出攻擊的話 傷害值會降低大概20% 假設對方人性擊破了之後 傷害值會提升多10% 換句話來說 破了人性先好作出攻擊 不能終結技加Buff技同一原理 設技特別是加Buff的情況下 大家看到一回合就會完的Buff 有終結技能可以優先使用終結技能 因為終結技能是插隊技能 不會消耗任何回合次數 當我們希兒使用終結技能 是吃光增傷Buff、傷害值Buff、加速Buff 那一個回合是不會受影響 如果你反過來使用完大技 然後再用終結技能 就會失去所有增幅Buff的提升 然後還有一個提示 都可以再講一講給大家 關於我們的亡卻之亭 根據亡卻之亭混沌回憶的規矩 每回合輪次開始的時候 隨機一名巡獵或知識角色 立刻行動 並且造成傷害值提升50% 導致希兒一開始先起手 而起手的時候 是吃到這50%的傷害值提升 如果我反過來使用完戰技 再使用終結技能 就會戰技吃走了傷害值提升 不能繼承到希兒身上 再複雜一點 在回合開始之前 貝拉落大技 落戰技 降低對方防禦力 然後回合開始 希兒吃終結技能 再吃戰技 一次過會享受佩拉的debuff效果 再加希兒會有傷害值提升的 50%的加成情況下 整件事打下去的傷害是非常可觀 再加上因為擊破了弱點 會有10%的傷害值提升 黑熟的又會有傷害值提升 整個傷害值計算就是這樣 為什麼大家打不到傷害 因為大家未懂得的機制 你懂得了機制的情況下 你就會慢慢知道 到底怎樣可以令到 那回合你的輸出最大化 還有提醒大家 打這個混沌回憶的話 它是每周結算的 盡可能就盡量推到 6星、9星、12星、15星 還有就關於隊伍排位方面 排位方面盡量把守護角色 放在最左或最右 因為放在最左或最右的情況下 對方如果有些挑釁效果 打的時候 最多都是打白露 不會打到左手邊 反過來的 如果你守護中間 對不起 丹痕、白露全部都會受波級 因為主要的AOE技能 都是打輪近兩隻角色 輪近兩隻角色就是丹痕和白露 如果不想受到那麼多傷害 直接把塔克放在最左位置 以及挑戰這些關卡 我會盡量留一留小怪 不要撐住 為什麼呢 因為留小怪打我們的時候 會幫忙回一回這個終結技能 導致我的角色 可以更快地恢復到終結技能 可以在指定回合裡面 完成這個關卡 影片到這裡結束 希望分享了一點關於實戰心得 還有開放 或者等級到指定的時候 到底有些什麼是要大家留意 和大家去做的 喜歡的記得按個like 還沒訂閱的觀眾 記得按個訂閱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 期待的時間 很久的再度 為一陣子 入口